世慧很会 对能超能 世慧很久没有坐在我对面 对啊 以前都坐在你侧边 如果你们去看 陈世慧铺段旅程的YT 就知道我们录音间现场是怎么分配的 就是一般我们会有两个人 然后会有个来宾 对 我都让来宾坐在我对面 然后世慧坐在导演的位置 侧边 对啊 所以很久没有正脸看一下世慧 世慧最近荣光焕发 真的吗 可能是刚才我们 我们现在录的当下是人家在吃晚餐的时间 对啊 可是我现在 很想跟大家讲说 等一下如果听到我打嗝 请大家多抱歉 因为世慧已经把我 一定要吃饱饭才能够做事的人 世慧刚刚已经过来 然后把我喂饱了 对 一定要吃饱饭才能做事这样 好 我 如果说只有世慧在我们现场的时候 通常我们就会聊一个主题 对啊 我觉得 世慧的专长 运动 好 运动可以 最近在跳舞 跳韩舞 最近Quick Car也很厉害 世慧什么都有 也会打高尔夫球 对啊 新一天要比赛 然后也会跳舞 最近加韩国舞 其实我样样会样样不精通 没有像导演都很精通 没有 我也是样样都看 样样都拍 但是样样都是touch而已 所以我们不要聊那个我们只touch的 我们要聊来让听众朋友多一点深度的东西 对 其实大家可以知道是会有一个 这个城市会破断旅程的财经频道 然后最近这个财经频道 其实这个流量蛮大的 为什么是流量蛮大的呢 因为最近那个台股又开始很红了 大家知道吗 在这半年期间台股静悄悄的 从万二到万七耶 哇 从万二到万七 很多朋友私讯师会说 诶 老师啊这个 为什么就这么样不知不觉到一万七 不是说景气不好吗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一波我听说很多人都来不及 就可能睡一觉一眼张开 什么东西怎么突然已经变到万七 因为我对万七这个有点感觉 因为前一波的高点是万八 所以我特别想说找这个机会 我们让世卫来聊一下 很多人如果自己有做投资的时候 怎么样去看待 那尤其是比如说我现在教书 我都教学生去存股 他瑞兰现在变专家了 我现在上课超红的 学生可以证明 我学期初跟大家讲说 我不是上课不能上课报什么名牌 但是我如果说你如果不会选话 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去存一下ETF 那你看整学期 他从上课第一周 听我讲如果他去买的话 他学期末最开心的不是被当掉 不是欧帕 是他的户头多了一些钱 我记得你这一次在明星科大 教餐饮科系有没有 你刚开始 你那一班应该是去年七月开课的 就是这学期就是过年过后 就是下学期 你看多好时期 那时候万二要到万七 中间涨了五千 那时候是万二 我还没回头去看 哇我们上学期上了一学期的课 然后股市大盘涨了五千点 五千点 而且你看那时候你跟他们讲的时候 ETF0087 还十五块多 真的假的 那时候不止吧 十五十六 反正 年初的时候 反正不是现在的数字 年初的时候大概十五块多 那你看 现在已经十九块多了 我讲说他们荷包一定会多 为什么 三成 我们不要看波段 我们光是 他的二月跟五月的配息 他就已经配过两波了 他这一段时间涨了四块 然后配两波 他一季好像配零点二五嘛 大概零点二五 然后你已经配了两季 就是大概零点五多 零点五五多 这样子 哇再放进去 真的是三成获利 零点五的话 一张的话 他就可以赚到五百块钱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瑞仁老师 瑞仁导演 他的荷包现在也蛮蛮的 是会赶快 我不像某一位陈小姐 在公然的 那个商业电视台告诉大家 老娘就台积电二十张 这个已经不是 你知道吗 是他自己讲的 我现在帮他讲这个也不违法了 不违法 他自己上电视台跟人家讲 那天我们一起去台积电的股东 那天是你的lucky day 我必须讲 我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瑞仁兄 因为他介绍了我非凡记者 没有 我跟你讲 我们都要感谢自己 因为我们都是台积电股东 第一点就是 第一点我们必须是股东 然后这个是 我对面这个对我来讲是大呼 因为我是领骨 他是他自己讲 但而且他是证实 他不是那种讲讲就酸 我已经很少就跟你讲 只是你不相信而已 但是我是真的有 但是他真的有 他怎么做呢 他还跑去跟人家大老板讲 你那个故事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这个 我们好像还没有机会 跟你有没有讲这个故事 你说魏哲家吗 对啊 这次不能笑音 魏哲家是总裁 这个不用笑音 他是总裁 对 然后其实我蛮lucky的 就是因为那一天 我知道黄瑞仁先生 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都会很早去 我都超早的 可是因为他是9点开始 但是我必须带我女儿 去18 就是我女儿是竹商嘛 然后在18间商 他都会 竹客那边一直塞车塞车 那我觉得 我很难 我可能在准时那个时候 因为竹商他们上课是8点 然后塞 因为股东会开会时间是 准时9点整 可是又很怕没有停车 因为在国宾饭店 对 然后瑞仁兄 我跟你讲 当我要从竹商过去的时候 他就寄来照片说 我已经在位置上 我记得那时 好像是8点20 还是8点 8点20的时候 你就在那边了 对不对 然后他8点20 我本来想说早点去 能不能遇到 魏哲家 我的前东家老板 结果 魏哲家9点02出现 结果 我只遇到我认识的记者 对 然后我想说 我那时候还在塞车阵 我就看到说 天哪 8点20分 果然还瑞仁是早起的 已经在那边等 还拍的那个座位 你就坐在我这边 我跟丹娜店长 然后你就坐在这边 我帮你们保留的位置 请你们过来 这个位置很中间 很前面 它是中间前面 好像三四排 对 非常好 非常好位置 所以呢 我好不容易赶赶赶到那边 哇 真的是快九点了 然后呢 我停好车 车是超多的 还好你找到 但是我是在 就在停车到 那个国宾的地下室 真的很多车 然后有人知道 我们这样这样 好不容易哦 我这样 刚刚刚到楼上 天哪 8点58 我想说 好吧 进去之前呢 先去洗手间 去完洗手 先出完 我看 啊 9点02分的 黄瑞仁说 我很爱迟到 回来 我又乘到两分钟 啊 就碰到魏哲家了 对 对 你要讲清楚 你不是在女侧 碰到魏哲家那块 没有 我是从女侧出来 然后魏哲家 刚好从男侧出来 然后一出来 我跟你讲 他真的是一个 像圣诞老公公那一类 或是肯德基爷爷 那个 我以为我看到 肯德基爷爷的 他真的很像肯德基爷爷 魏爷爷要听我们这一集哦 你是一个慈祥的长辈哦 真的 我就看到一个人 对我就笑笑的 然后我就看到 有人对我笑 好像是我印象中的 那个魏哲家 我这一集封面来摆 你跟那个 魏爷爷的合照那一张好了 会不会冲颇亮了 你把 没有 我跟魏爷爷那一张 然后你在旁边 就把你自己 自己 批进去就可以了 稍微怪怪的 我们说好 今天要谈00878 00878成分股 没有台积电 那今天要不要 改向台积电 好 没关系 ETF还有0050 等一下帮我们 稍微比较 分享 分享一点 大一点点 这样子魏爷爷 就可以进来 有没有 不知道怎样 因为我们两个那天 去参加台积电股东会 没有人有 批到这一集 这一集都没有讲过 真的很棒 我其实跟你有朋友 分享一下 我去想 我其实以前参加过 台积电股东会 可是我以前的身份 是记者 因为我曾经是 地方记者 所以我是去采访的 我还没有真的 用股东的身份 去参加过 所以 世卫一邀请 我想说好 因为世卫一直 提醒大家 你投资 你要看总体经济 你要看公司 我想说 世卫会带我去见识一下 然后告诉我说 财报要看什么 看什么 看什么 结果他 他现场当天 重点是看卫一 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 说我们谈令 其实这一集 很多人想去台积电股东会 都没有人去过 其实他的股东会 非常精彩 我觉得很多人 我们等于告诉大家 股东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那一天 那一天后面发演的人 超精彩的 对 我跟你讲 没有一集Podcast 有人像我这样 我听到那些Podcast 你只要讲后面留言 大家都沸腾 我现在沸腾了 我这边要公告一个 我一定要讲 那一天留言 那个陈诗慧小姐 这个贵为财经的专家 他既然没有去参加过 台积电股东会 他真的没有参加过 可是真的超精彩 告诉大家要参加 他讲的那些精彩 其实我都习以为常 因为我以前就会看到 最后 因为股东 他有个程序 会前面 比如说 前面是财务报告 就很长 他们的后后三本 那财报做得很漂亮 对 然后全部都弄完之后 会有一个 像会议都所谓临时动议 那就是让股东 你可以发言 我觉得股东会 你是可以讲话的 哪怕你是 可是我只以为是留言 然后魏爷爷 可能跟那个刘哲英 是不是 他们会回答 你可以写这个 就里面真的有很多 中规中矩的问题 其实我印象中最深的 就是一直问台积电 缺电怎么办 缺电怎么办 然后你要怎么做绿能 他说他不会 跟大家讲 台积电是不会盖电厂 因为他先前有做过 一个太阳能厂 我知道 冒底投资 对啊 失败了 所以他再也不踩这个人 然后他也问说 也不想说 那个老公打过来怎么办 那刘哲英就说 你老公打过来 你都活不了 你还问我怎么办 你之后有人会去弄半导体吗 重点 我再讲台积电的 那个魏泽家说 现在呢 就算是地缘政治 大家觉得很紧张 但是我们现在跟伙伴们 厂商跟客户的关系 比以前更好 对 这是正面 我要跟大家讲幕后花絮 后面的股东发源 就是标准的 会有一个雪芬女士 献花给董事长 她以前从张忠谋时代 就开始献花了 因为我以前就见证过 这位女士 而且她去会穿晚礼服 真的超美 还有皇冠 对 然后其实蛮lady的 我本来讲说 怎么会有怪怪的人 其实还好 就是她就是表达 就像白雪公主那种感觉 她就是投资台积电 她就表达股东 对台积电的谢意 然后鼓励她 你记得加油 一千 要六百 八百 一千 一千二这样 这是其中一个股东发源 可是在重点 她有在广告一个产品 她手上有一个产品 是要广告的 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是人家厉害的手段 广告 对 对 她是带广告进去 我们为什么不 股东发言 然后广告一下直北珍 没有 现在可以广告直北珍 在那个场合不一样 不一样 没有 开玩笑 我是俗辣 我也不敢这么做 还有一个股东 讲实在话应该是 我觉得那个可以讲一下 反正也不知道是谁 可是我觉得那个很妙 你说一百股的那个人 对 然后她说 红绿灯掉下来 查到了 她当场跟大家讲说 我就是拥有台积电一百股 对 我也不能多买 因为我一旦多买的时候 这个股市可能会有很大的震荡 对 然后她还讲说算命的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我不去评断这些人 但我觉得可能她状态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状况 因为她讲了应该很久 超过时间 没有 她没有超过时间 因为时间到了 是会被请下来的 可是她 大家有让她超过时间 再讲久点 可是她都不下来 就被人家请出去 但是你有发现 台积电也很gentleman 她就找一些人 她让股东发言 就是就算你讲了五四三 她也还讲 我跟妳讲 她还讲到我们 竹东二重谱的那个 那个红绿灯 有有 她讲了 其实你要不要 竹东二重谱 好像掌管着 台湾台积电的命运 好不好 反正已经离题了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所谓的 我们台湾自由民主的 珍贵所在 我觉得她很gentleman 真的 对 因为台积电当天 并没有因为你离题 她请security把你请走 她先让她讲到时间到 她讲完时间到 然后她如果继续 还是讲 那个麦克风会消音 对 就没有声音 然后其实底下股东 已经有些鼓噪了 已经有点美颂 就是你在讲 你到底在讲什么 我现在要听 台湾未来的发展 台积电半导体 你跟我讲 竹东二重谱的 那个红绿灯 因为有一阵子 那个是真的有 就是有一个红绿灯被撤掉 然后那个 入口被封掉 然后造成 这个人民的不便 之类的 然后她就讲这个世界 因为我住那边 我都经过 我都知道 她讲的是 真的是事实 可是真的跟半导体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我觉得台积电 真的很捐统 她把他消音之后 她就继续讲 那最后她就请人 而且刘德英 她还是认真的 把他听完 虽然那个眼神 已经有一点 黑人问号 有一点不耐 黑人问号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大公司的风范 就是你任何一个股东 即使你手边有一股 其实我在想说 会不会陈小姐 给我举手发言 去走去那个发言派 不敢 我看了两个例子 一个广告 你都敢跟魏先生 魏爷爷的合照 你要什么不敢 我跟你讲 因为他真的人很好 他就愿意跟我合照 那我很感谢 他还跟我聊个小姐 我跟你讲 我问过现场 我认识的记者 他说怎么可能 因为通常 这些长官们周边 都会有黑衣部队 就是幕僚人员 保安人员 所以你根本无法接近 人家的身价是什么 可是他那天 有跟我聊天 所以这就代表 另外一件事情 其实这也证明了 一件事情 我们从这个刘德英 他那一天也是 Gentlemen Gentlemen 然后魏爷爷 其实很吃香喝 就是这样的领导人 带领这个企业 我们台积电 还是很有希望 其实再跟你讲一个秘密 其实我以前 刚从国外念书完回来 我一直投履历表 到台积电 他们都不用我 都失败 我失败三次 失败再投 那个名额 可能被我占掉了 没有啦 我在RD啦 你要去投业务 因为他们业务 对 但是他们业务要文理 也是要理工科 而且要台青交 对 他一定要理工科跟台青交 对啊 那话说回来 那最近我们回到ETF好了 虽然我们今天重点 要来聊一下 国民ETF00878 那既然刚才 从台积电切入 你跟丹娜的电子厂 在上面不是赚很多了吗 还要聊 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吗 你怎么操盘的 这不用操盘 你就把它放着 我跟你讲 只有ETF 我敢跟大家讲说 你就放着 不要太担心 因为以00878 2581固定都会 都会给你钱嘛 你的户头就多了一点钱了 而且他最近 我的观察是因为 他因为最近 因为他是高股息的 这个企业比较多 最近今年这一波 正好不知道为什么 都在涨相关 比如说我印象中很 印象很深刻的 那个 伟创 10878真的很棒 伟创跟广达都在 都在里面嘛 对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伟创一直涨一直涨 然后想说 我们两个 30块就开始看了 30就开始看 可是不对啊 878也有啊 所以你还是可以 沾到光 对 广达也是从 那个六七十块 涨到一百五十几 一百四十几 一百五十几 所以其实这一波 如果你是投资 00878 其实有沾到光 当然你 你去投资台积电 可能要等一下 因为 我跟思惟有说 因为股票真的 有时候有些东西 是比较难懂 要花一点时间 比如说有些东西 是叫景气循环股 那景气循环 一循环可能就三四年 就很长 对不对 那有些东西是 你它每年每年 不断的都在前进 我觉得ETF的好处是 当这个景气不OK 停在那边的时候 可能另外一边 因为它有50档嘛 然后可能别的 它就好了 也还是会继续 继续往上发台 我们之前 是不是有聊过 一个话题叫做 你手边要拥有 多少的00878 你每个月可以 替自己加薪一万 这可以看城市会破断 里程那个00878的 上个月我拍一个 00878 让你提早退休 然后如果你连续 存七年的00878 就是几张 一个月存一张 那一年是不是存12张 你连续存七年 那富力效应7% 你要再把钱再放进去 那你在第七年的时候 你就可以每个月 加薪一万一 要七年吗 七年 其实大家想 你七年的话 你会有多少张 你就会有110张00878 你想想看 如果你这七年 你把每个月 一万 就是一万七 就是00878的钱 你放到银行 七年之后会差36万 很多 就是因为 每年都有7%的 富力效应 所以七年之后 就会差36万 你那时候银行 只有两% 878有7% 中间差5% 那5% 七年之后 会差36万 等于是现金36万 左右 所以同学们你看 你七年之后 你有110张 那最近00878 从那时候我们存股 16 17开始存 现在已经19.3了 所以七年之后 会有110张 就是富力效应7% 那你看 110张那时候 你存的是乘以17 跟现在你要乘以19.3 你又多了15%了 所以你整个110张 又多了15% 那再加上 每年7%的富力效应 其实是 可以让你很早 就可以有一万一了 也许可以提早一年 所以 那我问一下 如果你还有价差 又买一下 有些人可能有这个疑虑 比如说他从15 16投资 那 比如说现在已经19.3 那我印象中 00878 那前一波最高 大概也是20上下 19.78 前一波啦 19.78 对 那 那有没有这种所谓的 需要做什么 波段操作的需要 其实会在 19.78那边 一定会很大的震动 很多人卖 因为那边 持了很多孤魂野鬼 一定很多人买在高点 也是说抓交替 是不是 对对 一定会 我好不容易可以解套 一定很多人 他解套了 就会想要卖出 而且每个人都有这个心态 一般人都会有 那很多人就想说 没关系 那我就卖掉 可是有一些人就是 他就是一种理念 有的人就是 卖掉通常不是因为想卖掉 是想要 解套 想要怕 比如说 假设我16块存 我现在就问 有了很多人 15 16块存 那现在19块多 其实可以卖一场 因为他到19.78 他会上下这么多一段时间 比如说上次你 不是买NVIDIA 赚很多钱 你不是赚两倍吗 你妈拜托 我每次买那种零股 几股的 你都搞得好像百万富 我跟你20万 20张差很多 没有 我记得在NVIDIA 438块的时候 你跟我说 思惠它这么高点 那你觉得我要不要跑一波 我就说 这时候一定会跌 因为它已经来到最高点 你可以跑一波 然后等到它第一点再买 果然 我记得438 它直接跌到397 可是我没有卖 对 你都没有卖 你没有卖 它就回来到420几 对 你知道我没有卖原因是什么 因为手续费吗 不是不是 因为你不是教我说什么 他们那个美股 在很高点的时候 会做分割吗 大概 上次那个NVIDIA 分割是在700块的时候 他们带高点 就会股票分割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股数不多不要卖 为什么 你又要手续费 我主要有一个概念 这个也是你跟江老师教的 就是我希望能够存到 所谓的零成本股票 如果说 比如说它分割之后 我只要把我的本金拿回来 剩下来的我就继续放着 这时候我就没有压力了 我就让它继续放着 5年10年 就让它继续滚 因为本金已经拿回来了 对 其实我现在如果去卖掉 当然本金拿了回来 只是因为它还没做到分割 对啊 所以比如说它没有1比3 它去年才分割而已 所以它什么时候还会再分割一次 他们说 我觉得不管是Apple 还是苹果 就是他们美国很多公司 大概都在 六七百块那边 像特斯拉也是 特斯拉也 那时候它好像1200分割 对 那个就是很高很高 对 可是特斯拉分割完之后 直接从200又到700 然后就是来来回回 特斯拉很厉害 就是它可以突然多几倍 再少几倍 就是我是觉得 对于好股票 不要去想这些 中间的高高低低 像很多人就会想说 台积电高高低低 那要不要卖 老实说它又没有涨到 解剖团高点 所以你看 我们回到00878 它就是有所谓的 就是 其实因为我后来 也认知到说 比如说 ETF还有所谓的禁止 跟叫做折议价 对 那也 简单来讲 就是说 它底下的50档股票 它要去算 真正它的禁止多 如果超过禁止 那当然要小心 可是我只好奇是说 比如说现在的 19块多 我看它溢价 也没有溢很多 这不会 其实 因为底下的 我觉得对人 应该是真的蛮菜的 就只有菜鸟才会 我就是要当菜鸟 来问你 这一集Parkest 还好听 其实对于 很赚钱ETF 还有像电子 就是 像这种005 0087 805 就不会去讲溢价 因为他们里面的公司 都是赚钱的 比较不会有什么 溢价差别 比较多的溢价是 买原物料 比如说像石油 因为石油 那时候一直跌跌的很凶 那你跌得很凶 那它就会有溢价空间 所以其实一般来讲 买这种 不会去聊溢价 所以我不用太担 因为我看它也没什么溢价 你讲溢价 人家可能会说 觉得 其实真的不用讲溢价 因为溢价是在 那种 ETF很不好 已经快要下市了 是赔钱的 然后它又是原物料骨 才会讲到溢价 那像这种 50878 或是0090 00900 或者是什么00700 这个都不需要 因为他们都是很赚 赚很赚钱 那我们现在不管溢价 那现在比如说 0087家走到19块多 有两条路 就卖或不卖 那这两条路 其实如果是你的话 它可以分别 做什么样的规划 比如说我卖了 我是不是要等最近 发生什么事情 等下最近的那个状况 会比较不好吗 因为卖的目的 不是为了真的卖掉 如果我去卖它 可能是因为我怕它 现在在高档震荡 它可能会回来一点 那我再等到低一点 我再捡回来 那看你的心态低一点 那我等一下教你怎么判断 第一个心态是说 你要买0087班的 心态是什么 那我想问瑞仁 导演 瑞仁凶这样子 瑞仁想要存 你买0087班的心态 是抱什么心态去买它 股息啊 你想要股息 美济的股息嘛 所以 那股价高低对你还好 当然价差是加分效果 有那个priority嘛 对啊 所以因为我觉得 帕西班它比如说有7% 如果我不管它股价震荡的话 那我就是固定的 有那个7%的收益 那如果说它今天的股价 再拉个5%的话 那我就有10几% 可是问题是说 我不像你 我们对于判断股价高低 这件事情是有障碍的 没有 那个就是要花时间 其实我也做过 我跟你说过 我做过专职投资人两年 跟像我现在根本都没有在看 股价多少 就放着就不理他 因为我们都 每天要做的事很多 我必须想说 如果做专职投资人 你真的要去看股价高高低低 真的是蛮辛苦的 我觉得它很伤神 然后要很专注 那你刚才说是股息 你就不要去管股价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乎的是股息 你就心中无股价 那如果你是想要利用 00878 ETF做破断操作的话 那你就是要观察跟判断 那个判断 我第一点我会判断说 现在的总体经济 因为ETF是跟着台股的指数走 反正 anyway 台股 你就看一下 一万七千两百点 到底会不会到万八 如果会到 你一定不会卖出 那如果今天不到 可能会再往回点的话 你就会先卖了 然后在低点再减 很多人都这么想 所以这个还是要加入 总体经济的判断 那重点来了 很在乎这些的人 就失去了这五千点的 一个涨幅 因为我记得 我那时候开始拍财经济 是大概一万三一万四 因为那时候是看总体经济说 好像出口 上次我跟瑞伦分享 就是说 一月份的时候 出口是315亿美金 然后二月320几亿 330几亿 四月的时候 359亿 359亿 五月是361亿 所以我觉得 然后外资呢 从1比33的台币 到现在1比30.8 就是说 外资从一月到6月 你知道汇合多少钱来台湾吗 你猜一下 应该有上千亿 4200多亿 对 4200多亿 你知道去年一整年 外资汇出台湾1.3兆 然后呢 他把去年汇的 就是他一直一直 在1到6 尤其是过年那段时间 买了1000多亿 你知道为什么台股 有办法从汇率 1比33到1比30.8 那钱进来了吗 4000多亿进来 那我再问你看看 就是说 端午前 1、2、3、3天 是工作的吗 端午 对 礼拜一到礼拜三 那我现在讲一些 叫现象给你看 你会不会卖这样 那这三天你知道 台股不是跌吗 嗯 放完端午 台股也是跌吗 像今天是 星期二嘛 昨天台股跌 今天又跌嘛 嗯 好 那这样跌下来的话 你知道 那端午减钱 1、2、3、3天 外资是 买进 还是卖出台股 这样 卖 卖对不对 因为这三天 可能跌了两三天 对 可是它其实是买进 就是进贿赂 17亿 就是它有买卖 买卖还是正17亿 卖的都是投信 负17亿 所以你可以知道 其实外资对台湾 就是AI啦 那为什么 外资干嘛 这么买单台股呢 因为今年 去年都是 法人 投信跟自营商买嘛 可是今年都是 外资在买 反而是那个 投信自营商 比较缩手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法人 我们三大法人嘛 投信 自营商跟外资嘛 对 外资反而是 买很多 买了4000多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是有听过一个 专有名词 反正什么 土洋对座 对啊 外资跟法人 就是 可能我们的 这个自营商 跟投信在买 然后外资卖 或者是 外资卖 投信买 我不懂这现象 可是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是说 AI风嘛 我真的 想讲到AI 又是瑞伦的厉害 他最近做了一些 什么AI 他自己的人会讲话 用AI讲话 那真的很厉害 那个都需要 绘图晶片 好 那AI你知道 为什么外资 要一直买台股 是因为AI 你也应该知道 这又回到 你的台积电脑 那还有一点就是 全世界AI相关的产品 有七成的出口 是来自台湾 全世界这么大 这么多国家 AI里面有七成ICT 就是电脑相关 是七成是来自台湾 这个土地 小小的土地 所以全世界 如果要做AI 没有台湾 就完了这样 所以外资其实非常看重 看好台湾 这一块小小的岛上的 这些小小的晶片 你看嘛 不管是AI啦 伺服器啦 电动车啦 对不对 哪一个可以没有台湾 这件事情 所以 我懂了 所以你要讲的是说 其实就 比较中长远来讲的话 是沿路还是往上 如果你短期要去买卖 比如说 你觉得它的高点在19.78 那在这个地方你要出拖 你可能 均价可能是16 那你要出拖 也可以 你可以 但是很多东西就是 可是我跟你讲 最麻烦的就是 那你要判断 什么时候要买回来 就是你知道有个心态 就是说 那万一你卖掉了 那它就 就口口又涨了 那不是很好笑吗 因为我二十几年 二十年的投资经验 告诉我说 市场永远是跟你想的相反 我是真心的 那 台积电 你知道台积电在涨跟跌 都是你无法去预知的 但是我可以知道 台积电经常会击笑 我真的觉得 它公司不会击笑 但是股价经常会莫名其妙 而且都是 因为它有72%是外资 所以是外资超帮 外资 对 那你怎么可能 我跟你讲 它不管买跟卖 它都赚钱 比如说它去 它两年前 它外资占82% 它就算卖了10% 现在72% 可是它现在涨 它还有72%涨 就算它在卖跌 它卖掉的钱 低点又去减 所以根本是外资在当裁判兼求手的游戏 那我们怎么可能买资外资呢 而且外资它很 我在说它贱 会不会觉得是讲张话 它真的蛮贱的 就是 其实如果 像我是长期的台积电都在观察的 它如果真的要炒台积电 跟你想的不一样 它不会说 开盘一块两块 慢慢慢慢涨 不是 它一开盘就给你 一次就是两三%这样子 二三十块就直接上贱 它如果要炒台积电 它让你没有买的机会 因为它一开始 像你看这些日子以来 台积电如果要涨势 一开盘涨7% 那你会觉得 7%好恐怖 它一开盘就到最高 然后中间就是慢慢让你跌 对不对 那它跌 大家吓死不是一直卖一直卖吗 就觉得 因为很多人是当充的 或是融资 它去捡回来 它就去捡那个低点 这个是不是我讲的 土洋对作有时候就在这里 我觉得外资就是这样子在做事 所以你知道吗 台积电过去 它从200多块直接涨到680的时候 它是怎么做 每天开盘就涨停 所以你知道它涨停一次是五六十块 我弄懂 今天我真的学习到一件事 所以如果今天卖掉了 如果你为了那十块的价差 就是一万块 或是二十块价差 你把台积电卖了 可是我第二天 你为什么要讲它背哥哥的原因呢 我现在很清楚了 因为它要收 它要收进来 所以要让你能够出脱 它不想让散户 它不想让散户占到便宜 比如说好了 你今天散户可能因为 它跌了十几块 你把它卖掉 它第二天给你涨停 多了六十块 那你又觉得你不想去追 所以我得到一个 所以我就不敢卖台积电 就觉得 除非它让我觉得价格很高 我才会卖它 我得到一个心得 就是说台股很多的企业 其实是 我们都可以叫它外商 因为它资本里面 它有七八十八都是外资 尤其是台积电 或是联发科 那因为比如说像台积电 就会影响到0050 我有观察到0050 跟台积电的creation 外资买很多0050 你知道吗 你去看0050的外资 绝对大胜于 0056跟00878 外资都买0050 因为里面太多台积电 对 因为它等于是台积电 是主要的成分 主要成分股 所以你要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这个股市现象 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的华人 我们在台湾这块 我们的思维 跟国外的外资 他们的想法 可能不见得一致 甚至于刚好相反 你可以现在去看 台积电的涨 一定是开盘涨到最高 然后中间跌 让你融资那些都没办法 然后你又很害怕 然后到收尾盘的时候 可能回来原来会是怎么样 或者是 它现在一直跌一直跌 你是卖卖卖对不对 反正卖卖卖 外资它会回来捡 因为反正它先前 已经卖掉10% 卖掉几十万张的钱 到时候低点再买 然后再把它炒高 它炒高时一次 就给你涨啊 涨了涨涨涨涨涨涨 那我问你 878会这样子吗 不会啊 因为它的外资成分股 就没那么高 外资比较喜欢买电子股 或AI的 对但是 878里面比较多金融股 跟这个什么 台湾水泥 就是那种高股息 伪创或广达 都只有占两三% 违影有在里面吗 违影哦 没有 因为它比较小 违影它的配股配息很少 你要在里面 会把你的股息 它要那个高股息 它是要高股息 因为最后我会问你一题 就是说 我有观察00713跟00878 那最近00713有个新闻 就是它把伪创拿掉 那拿掉我可以想象 因为伪创现在股价 本益比太高 对已经这么高了 30几了 所以它的那个股力 就是叫做会被稀释 你知道伪创才有赚三四块 可是股价已经到80几 就是它只有赚两三 去年赚很少才零点几 本益比高 太高30 而且它如果配息 跟以往一样的话 它的现金殖利率一定下降 那按照它选股的逻辑 它就会被排除 那我的意思说 可是878目前 还没有把伪创给排除掉 那这个会对 比如说以它们在选股的 这种所谓的这个逻辑 像这种热门股 有没有拿入 这个对它们的ETF的 本身的影响大不大 我觉得这些都是好股票 到其实而且都只有一两% 也占不多 也对 又不是像台积电有50%这种 0050 台积电在0050 好像48% 就快一半 对 所以你说伪创这个 或者是有拿掉没拿掉 我觉得还好 对 好 因为我正好看到这个新闻 想说借由今天借题发挥 问一下 那这样就了解 因为我自己有观察到另外一档 00713 那个就叫高息低波 它确实也 配息也都很大方 只是热门度可能没有878高 现在878等于是国民ETF 它已经有点取代0056了 我觉得 就完全取代 股东人数都超过它很多了 就完全取代了 所以现在第一名会是878吗 是是是 应该全台湾第一名的ETF 就是00878 所以878其实是 百万股民 学生啊 小资组啊 上班组啊 那因为我观察到 它相对真的是跌 也不会跌太多了 就比较安心一点 所以给这种 主要是便宜嘛 也可以跌到哪里去呢 还有你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 我最后来 这个我们稍微收尾一下 00878 不管它现在是一张是 一股是 就是17还是19 就一张是17,000还是19,000 今天可以想象 想一下 如果今天是一个小资组 那我们现在平均薪资 假设是4,5万块好了 之前我们有听到 艾达它存现的方法 你将会被打耶 没有 有到4,5万吗 平均薪资 通常要讲30万 小资都是3,4万比较多 我用政府发布的数据 但是政府发布的数据 从来没有人相信 现在很多人还在 零2,3万 真的真的 你可能讲3,8万 这个大家会比较 可以接受 可是我也分享说 之前我们在听艾瑞克 他怎么样去 存钱的那个方法 我们再分享一次 比如说假设你 好像薪水3万好了 00878 一张现在是1万9 一般我们通常会说 我把我的要用的 什么房租水电 什么的全部都扣完 剩下来存钱 对不对 那它是倒过来的 怎么讲呢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薪水3万 你今天要买00878 每个月买一张 我薪水发下来 假设是5号发薪水 他6号就会强迫自己 去扣1万9 到他的那个户头去 准备去买这张ETF 那你说怎么可能 那1万1怎么过生活 那他就讲说 真的你就有办法活下去 因为你想要 有那个起心动念就会 对 我觉得这一招真的不错 这个我活了40几岁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这样的想法 奇怪啦 我年轻都这样做好吗 因为我以前也是 赚钱想要出国念书啊 然后我觉得我要多少钱 我就是刚开始就全部 我一个月只花4000 我就是把那些钱 全部放银行 观众朋友 这个就是为什么 坐在我对面的 台积电是20张 我台积电是零股 我跟你讲 观念会决定很多事情 因为你刚才讲说爱道 我讲说这对我来讲 叫做普通常识 对我们 我那时候出生的 我们没有接触到 真的 真的吗 我们就觉得说 对啊 我就先把我生活费 先留下来 剩下来还是存 这是很正常 一般的 我都只有放4000的生活费 以外全部存银行 因为我想要出国念书 就是都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导致 我现在48岁 来想真心还来得及 我后面我跟你讲说 我要活到 如果活到96岁 我还有一个48年的时间 我现在来参与事情 我活到69岁就好了 没有啦 当你有事情想做的时候 你会希望更长的时间 去support你 把事情做好 对 那当你有想存钱的时候 这个方法提供给大家 思维今天讲得很好 我们每个月来存一张00878 你一年存12张 7年之后 7年之后怎样 你就会有110张 然后每个月有1万10 每个月如果光是除息 就是那个不是除息 就是股息的部分 平摊下来 你每个月可以替自己 加薪一万块钱 今天这个观念带给大家 你回去 大家去想想 那可能现在可能 比如说他现在 刚才思维有讲 878可能在高档 稍微高一点 那你自己观察一下 可是如果说你for long term 来7年来讲的话 问题就不是那么大 存个20年 你知道会有多少钱吗 20年 绝对不是线性的变2万 应该要等比几数 就是大概就是 1000万 你会有千万资产 20年就千万资产 所以我现在48岁 我如果68岁 我有千万资产 我现在就强迫自己 每个月买一张 漂亮 好 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 那你知道 这千万资产 你还不知道 每年要领的 鼓励股息有多少 你讲的千万指的是 资本利得吗 资本 就是你把它当作一个房子 你会有这么多的 00878 这么多张的 00878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想想看 你会有一千万的 008 你会等于一千张吗 一千万的 00878 然后呢 一千张 就是一千张 就等于千万00878 然后你要想 你每个月 每年的鼓励股息 有百万 哇 那就够了 可以退休了 这个其实很多在讲 退休金 其实就是这样子 大概二十几年 你就可以做到 每个月领 那时候我算算 大概二八 二十九年 你每个月会有 每年会有 一百二十万的利息 一百二十万 其实 然后十万的钱给你花 然后你有两千多万的资产 大概二十八年 第二十七或二十八年 好 四位算的绝对没有问题 因为它数值是 他们都很认真去算过 所以简单来讲 转换成最简单的概念 如果你现在在上班 学生当然一个月要存一张很难 可是它可以存十股或一百股 也是同样慢慢有累积的效率 我刚才那是用一万七 一个月扣一万七 那如果说它一直涨到十九块 像现在十九块 或是未来可能涨到二十五块 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一天 你不用到二十几年 到二十八二十九年 你可能二十年就可以做到了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当作目标 那今天也稍微谈了一下台积电 也谈了未也也 也谈了八七八 那我也期待听众朋友 在最近这一波的 古海浮沉里面 你千万不要被漂流走 最近会盘整 跟大家说最近会盘整一段时间 因为先前涨太多了 盘整就是好机会啊 我等到它大跌 我等到跌跌的时候 要买一些低档 那偷偷问一下 最近还会有机会大跌吗 最近在跌 对 但是最近应该是慢慢跌 对 因为先前涨太多了 好 那正好了 这个也是大家如果说 跌比较好嘛 对啊 但是我跟大家最近跌很多 但是台积电没什么跌 台积电没什么跌 因为它高一点五九四 现在五七四 好 恭喜我面前这一位 二十张的大户 他的资产依然亮丽 没有啦 就是大家可以等一下的 好 那今天就这样子 祝大家都能够理财顺利成功 一个美好的人生 二十年后都是千万富翁 感恩 感恩大家 拜拜 拜拜 爱你哦 想与故事超人分享你的心情吗